冬至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二十二个 也是一年里最后一个传统节日 什么是二十四节气 简单来说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可能的 古代的农民都依照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季节与气候变化 来打理农事 春夏秋冬各有六个节气 那属于冬天的节气就有 冬至是一年当中夜晚最长最阴的一天 因为冬至当天地球倾斜轴偏离太阳 太阳在天空当中的轨道达到最低 所以冬至也是白天最短的一天 因为天气太冷不宜劳作 大家都在冬至时吃些补身体的食物 拜访亲朋好友 所以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历史上也曾经把冬至前夕当作一年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把冬至当作新年来庆祝 所以冬至也叫做小过年 不过这一切在汉武帝的era都变了 他正式把我们所认知的正月初一 定为冬历新年 所以本来的冬至新年就没有了 但是过了冬至就长一岁的说法 还流传至今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以前的皇帝好好哦 好啦 其实冬至在四季分明的国家才比较明显啦 天气冷冷的 要吃些让身体暖暖的食物 例如羊肉汤 饺子和汤圆 据说很久以前的冬天 一名叫张仲锦的大夫 看到很多人饱受冻伤之苦 尽可怜一下 并把羊肉和驱寒的药材一起煮 再把煮熟的肉剁碎 由面皮捏成耳朵的形状 给那些动坏耳朵的人吃 吃了大家都好棒棒 后人为了纪念她 便在冬至制作饺子来吃 饺子就这样登上啦 相传有一对贫困妇女 来到福建的一个小镇 女儿留在镇上一户人家为比 父亲离开之前 取出一个汤圆 叫女人把它切拌 妇女两人各吃半个 并约好团聚之日 再吃下整个汤圆 隔年冬至女儿做了两个大汤圆 贴在大门上 盼望父亲来与她团圆 最终父女两人真的团聚了 后来当地的人也一样画葫芦 把汤圆贴在门窗上 寓意团圆与幸福 天气冷冷的和家人聚在一起 吃汤圆来象征团圆 这就是what don't you is about 只有汤圆大家还在吃吃吃 而且越吃越多花样啊 因为我们都爱吃 人们会以各种颜色和馅料的汤圆 还有蒸熟的菜包来寄组 汤圆内馅也包括花生 红豆 粘融等 因为煮好的汤圆浮在汤里 像一颗颗的鸭蛋 所以潮州人的汤圆叫鸭姆林 或阿波林 还有 在你的认知里 汤圆是不是就只有甜的啊 那请你检讨啊 客家人以猪肉碎和青菜煮成汤 再加入无内馅的汤圆 这就是传统的客家汤圆啦 有吃过的 举手 除了制作汤圆和祭祖之外 一些土生华人也会把汤圆贴在大门上 认为这样就能驱邪避祸 并给家人带来好运 像我这样忙碌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还亲手制作汤圆 太麻烦了 我都会去买现成的来吃 要几时吃就去吃 没有人在等冬至的时候才吃的啦 其实哦 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 并且不断因为时间还有环境蜕变 怎样 我说了这么多 你level up了没有啊 没有啊 赢了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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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